网站 其实如果你们真的去Google的话 还真的可以找到什么 找到那个中央银行的网站 他实际上只是把这个能量的网页存下来而已 但是实际上现在的汇率是不是这样 其实你们可以 再找一下 好像刚刚是点了哪里 他好像有一个超连结吧 直接就可以连到那个中央银行的网站 或者你们可以直接从解答 解答这边的主要有一个连结 延伸学习 其实他就可以连到中央银行的全球资讯网 你如果点这个连结 点进来之后你会发现就这个 他就是把最近的汇率列出来 所以实际上网页是长这样 他并不是像他下载那个网页 其实他把样式都拿掉 所以他长得就丑丑的 实际上这个网页 其实底下你会发现 他底下其实是有页数的 最新的在第一页 然后第二页在这里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应该是从10月4号 今天的汇率 然后一直到10月等于9月6号 下一页的话 他应该是9月5号 一直到几月 8月9号 所以在第二页 那你会发现这个感觉跟什么很像 都通通可以把他抓下来的 所以这个延伸性练习 也许请各位也许 再试试看吧 这边的话其实 我不确定说他能够抓到几页 他是不是还可以 第10页之后还可以在第11页 应该还可以啦 120页上面 对 一般 刚刚上面那一行有120页 120页 对对对有120页 这120页等于是2013的2月1号 那等于是差不多接近 快10年的汇率资料 OK 2013 10年左右的资料 OK 所以如果假设你要把这个 全部的120页的资料全部抓下来的话 那其实只要把这一个参数做个变动 有没有 那就可以每一页都抓下来 那最后你一样可以把它存成 看是CSV 或者存成HTN都可以 或者是说像我刚刚的这种方式 还是说像同学刚刚讲的用Pandas的方式 有没有 To To CSV To Excel 都可以 另外我刚刚有提到的 所以就是那个刚刚同学的那个笔记部分 你们如果有 你其实我刚 是Google查查他 查什么资料 我忘记了 后来我看到他东西 其实他东西不只是Python 他其实好像还有其他的东西 OK 因为刚好今天他没有没有来 他好像VBA也蛮 因为他其实 跟我上的课还蛮多的 从那个VBA的入门到VBA进阶 他其实都有上到课 其他的话你们如果有兴趣 不妨也可以参考别人的东西 我觉得他写的还蛮详细的 每一次上课 甚至有一些是上课以外的内容 其实各位也可以不妨参考一下 那关键字就是 终身趣味 那今天刚好没来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把那个 这一题也许就Ending了 所以最后的话 我是再加一个串接 那串的话应该理论上 要把它串在哪里呢 串H TH这个地方 也是把那个日期 跟这个NTDAO的那个栏位名 那底下把那个 所有的这个资料串在一起 当然这一题你也可以把它变化一下 就是1到120页 全部都把它存成一个档案 输出的话呢 你可以Write出去 这个存档都一样 所以输出的话就存在 这个Write.csv OK 那把它打开 这个里面就两个栏位 这资料就出现了 当然啦 如果你未来 说真的 废设图表 不一定要从那个 我们后面会讲到 当然如果你在Excel里面 其实也蛮简单的 你就插入一个图表 马上折线图就废设出来了 这个地方的话呢 请各位试试看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 就再来看一下 第二类我想 其实大体上都差不多 所以 第二类部分的话 那请各位自己再延伸一下 底下其他的这个练习节 那 今天的话接下来 我们继续 再来看 上个礼拜提到那个第三类部分 第三类 所以 请各位呢 再看一下那个第三类的三零 三零一我们上以外提到 那 后面的话呢 我们有修改资料 然后最后把它 把它收 所以待会也许再来看那个三零三 好了 先看三零三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20 20 203的话它是一个台湾采券 台湾采券 这个题好像前面我们有练习过类似的 这个也许请各位 自己再练习看看 这个 这个203 台湾采券 那也是抓那个上面的号码 我看 它好像也是从那个台湾官网 直接就把人家的网页拿来 当成是 考试 的一个题目 OK 然后 这来的话就是 204 部分 其实也是一个Json 一个网页 那其实你也可以把它当一个API 所以有的时候 一般API连结 那就是把一个Json 档放在一个 Server上面 的一个档案 OK 那也就是 将来给对方的就是一个那个Server 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个Server上面的一个某个档案 那将来我们点 点击这个的话 它就会是 直接 跳出一个Json的一个文字 档案的形态 那当然一样嘛 像类似像这样的一个 档案 你要解析 以后一样的方法 Ctrl A C 所以以后如果你看到Json 你不用 太 认真直接把它 这样慢慢分 我觉得太累了 就跟你 看那个HTM 原始码 这样我一定不会直接看 直接看全部的原始码 那我怎么看 按右键检查 打不就好 找到我要 的那个地方 然后按右键检查去看它的特征嘛 特征的话就是标签加类别 顶多是一个ID 大概这三个我想就绰绰有余了 那一样嘛 像这个我们也不要傻傻的 直接就这样慢慢看 然后先分析什么 它的中刮 不过你其实可以看中刮 是没有错 前面是中刮 那表示一个串列 里面的话是大瓜糊 那是一个字典 只是说几栏 你要看头尾 其实也可以看得到尾巴在这里 那如果假 我是觉得比较轻松的做法 是Ctrl A C 然后直接贴到那个我们的 JsonEdit上面 先切到Texel 文字模式 然后把它贴上 然后再切 切到那个Tree模式 就是把它当个物件 一棵树 然后你可以把它 把它先收折下来 你马上就知道 它是里面有 72列 72列 它叫Item 其实在以色列就是列 有没有 73列 然后它外面 它是放在一个串列 中刮谷 所以你展开之后再看里面的 那每一列的资料 会有9个栏位 OK 9个栏位它是放在一个字典里面 所以打开之后有9个栏位 那将来如果你要抓哪些栏位的话 那你可以使用101的那个方法 哪一个串列 后面加一个中刮谷 给它的那个名称 就可以抓到它里面的资料 那其实转换蛮方便的 类似 而且你可以整理出一套 固定的规则吧 OK那这样抓这个资料就不是太大胃 这个是 总共9个栏位 所以我们有概念之后的话 如果你再去看这个题目 我觉得你应该会 看得比较 没有那么 那么复杂 这一题是204 所以阿波林是到底要做什么 其实我不知道 然后我就先知道它的结构 它说要什么 把 这个先抓到 然后城市必须输出 大专院校相关资讯 广共有名称 地址 电话 网站 更新日期 有这五个而已 所以有这九个栏位 他只要里面的五个栏位资料 名称 地址 电话 网站 跟更新日期 所以 这里面有几个 所以这个 这资料是 诶 这资料 资料怎么是实文区 资料是不正确的吗 这没错啊 这一个 大专院校 这里面的话它有一个type 所以要先找到那个type type的话呢 形态是 大专院校的 然后再把那个 形态是大专院校的 找到之后 输出有五个栏位的资料 OK 这个我想请各位 试试看 这个 然后 204 205的话是 这个空气品质 这个也是一个 Jason 所以我发现他这个考试还蛮喜欢考Jason OK 然后Jason的话 一样 抓到那个里面的相关的 这个 这个资料 把它输出了 OK 再来第3类 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的 当然Pandas里面基本上 就是做一些 资料的快速操作跟 分析 当然前提第1个一定要先把它变成一个 data frame 最后的话你才可以做后续的处理 那上个礼拜的话呢 我们原则上是利用那个301这一集 做一个说明 那上个礼拜 比较重要的 就是用到两个方法 一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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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是这样 I的话指的就是index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用数字来表示 坐标的话 那就ILOC 如果你没有个I的话那就用名称 有点像是 这个有点像是那个 VPA里面的range 物件 它其实也可以两种 表示方法 一种是直接给 它的 坐标的 置串 比如说哪个储存 个A1 有没有 然后到哪个储存 冒号 D10 它可以用文字去述 那也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 就是用数字的方式 但里面可能要包个cells 类似有这种 类似的概念 那所以呢 上一次呢 我们有讲到那个301这一题 比如说 我有提到 它这个题目里面 有要取 开头跟 比如说 它要取后面两个 我们用tale 不过我要改成 前面几个的话 那这个我想 我们把那个上一次的这一题 这个是301这一题 把它再看一下 这一题其实跟303有点关联性 所以我们 只要这一题OK 那303的话 相较之下 可能会比较好理解 相较之下 那一次这一题 我有提到 Pandals 第1个 那你一定要先建立那个data frame 然后这个应该它已经帮我们建好 不然的话各位可以练习另外一个 就是说 这个假设呢 data frame 如果你要从外户 读进来的话 那各位可以在云端上面 可以找到 一个练习的档案 我记得在云端旁边这边有一个叫做 Wid301.csv 那你也可以的 假设你换一个 如果说你今天 不要直接在上面已经有那个资料 你要从外户读取 那个资料 所以你可以直接从这边下载 下载之后的话可以把它打开 我记得我好像这个已经有把它下载过 在这边 30 301 好像我已经把它放在根目放在我的这个python里面 那这边的话就会有一个叫 read301.csv 那一样你打开之后你会发现原来的 这个csv它结构大概长这样 那差别在哪里 你会发现它多了一个这个a1 其实理论上data frame a1是可以空白的 也就是如果你是data frame a1这边是没有东西的 那当然你加了会为影响不会影响它就读不到而已 OK所以基本上就是 这边是index index index 等于就是它的名字 colons 等于就是栏位名称 那底下就是它的成绩 OK 那在以色尔里面当然你要去取得哪些资料 都可以只用滑鼠键盘去操作啦 OK 可是如果你今天在pandas里面最麻烦的地方 也就是你必须用相对应的这个方法去取得资料 那最麻烦的地方实际上就是我们上个里面有提到过的 就是说呢 比如说我要取什么 后两位好了 后两位的资料你除了说用tail 有没有 之外哦 你也可以用什么 用iloc 所以我前面讲过了 那我这边上个里面有提到 那为什么要特别再提这个 因为后面一定会用到 这个是后两个嘛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取后两个除了说用那个tail之外 其实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用iloc 所以我还蛮推荐用iloc 那iloc后面的话记得呢 要把它改成中瓜胡 OK 那中瓜胡呢 它里面基本上要需要两个参数 前面的参数就是哪一列 后面的参数是哪一栏 但是如果你假设你支给列 比如说我想要第一列好了 OK 那如果你把它执行的话 如果你说一的话 它会取得哪一列的资料呢 取得谁的资料 各位有没有 特别的资料 你想说应该是小灵嘛 不是 它从灵开始 所以应该是小黄 OK 执行这样 OK 各位有没有办法 小黄的资料 那如果只有一笔 它就会重向 那如果两笔 你想说老师那我不要只有小黄 我要小黄小乘 那记得哦 就是在这个加一个冒号 冒号 后面加一个二就可以 不是二 应该是三 因为如果你二的话 那就是在二停下来 就不执行 所以如果你要一跟二的话 那你就这边一二 OK 好 那再来的话顺便提一下 第一个是列 哪一列到哪一列 OK 那第二个是如果你假设加 你要想说老师那我希望 我要再加上蓝的概念 因为我不要全部 因为目前总共有几蓝呢 有一二三四五蓝 那我不要这么蓝 我要国语跟数学就好了 我其他不要 国语跟数学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在逗点后面加上 第一蓝是零 到一提一嘛 所以二 OK 那这样意思说 我要哪一列到哪一列 哪一蓝到哪一蓝 所以输出应该是什么 小黄小成 有没有 然后他的国语跟数学 英文这些都不出现 看一下 OK 所以得到的话 就是只有这样子 国语跟数学 那你想说老师 那我要英文到社会 英文到社会应该怎么看 英文应该是 零一二嘛 所以这边一二 然后后面的话到多少 四停下来 四要 所以五 有没有 好 那这样的话就是 英文自然社会 我要执行一下 OK 有没有 英文自然社会 OK 不过他有个问题 他有一种 讲说老师那 我要的那个栏位是跳着的 我要国语英文社会 当然如果你在以色列很简单 以后你就选嘛 滑鼠谁不会的 可是在Pandals里面就不行这样 你就要知道说要怎么跳着选 跟各位讲如果你要跳着选 记得他后面这个部分 你就要先给他一个中瓜 OK 第二个的话就是跳着的那个数字 所以第一个是国语是零 逗典 第二栏也许在零一 在二 然后再跳着 在零二应该四吧 OK 反正就是这样 就是哪一栏 你就中瓜谷 然后一起栏这样子 OK 把它执行一下 那这样你会发现 他就国语 英文社会 OK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ILOC 在取资料上面 会是蛮重要的 那你想说为什么需要 因为如果你会的话 你将来就可以重新赋予他新的职 去修改里面的资料 OK 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指向某些范围 然后重新赋予那个范围里面的新资料 就是修改资料 OK 那你想说老师 那这个地方 如果要改成用LOC的话 那怎么做 跟各位讲 ILOC跟LOC最大的差别 就是LOC 它是用文字 那ILOC用数 所以我们刚刚都用数字表示 第几列到第几列 第几蓝到第几蓝 那如果假如说 我们用LOC 那其实用文字表示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今天 我要哪一蓝 先列 一样的道理 他好像一样是先列 窦点在蓝 所以如果我今天我希望取得 比如说小黄好了 那你就什么 直接给他什么 小黄的那个列名 OK 然后他就取得 所以后面一样记得是中瓜福 你把它执行的话 那你会发现他就取得小黄 OK 然后如果说你假设要在 哪一列的话呢 一样窦点 那表示方法的话 你一样在输入他的蓝号 可是比较私下 我会觉得说 ILOC 好像比较简易了解 所以这个也许你们可以 试试看好了 所以这个最后 刚刚特别要提的就是说 ILOC跟LOC 差异的话就是一个是数字 一个是那个文字 那请各位练习看得太好了 把那个301这一题 那这个程式码你们可以 假设你上个礼拜的 没存到档的话 你们可以直接拿那个什么 云砖白板 第31页 标准答案这里 因为这上面 这个是 有一些是缺的 它这个是考题 程式码 那我是建议你干脆拿这个练习 第31页的这个标准答案下方 这个范围资料 那你可以复制到TEL这里 TEL TEL的最后两列 那我刚刚练习 主要是拿这个范围的资料 Ctrl C 直接Ctrl V 贴过来 那主要呢 我练习的 我用ILOC 所以你们主要 可以把TEL 改成ILOC 中国阿古 我练习看看 因为我觉得 如果你会用ILOC 以后要取资料 相对就简单很多了 因为我觉得 将来如果你取资料 哪一个函数最重要 就是这个 OK 因为仿天书记 我发现 光那个Pandas 输入厚厚的一本 它每个功能都介绍可以知道 但最后你哪一个才最重要 这个是最重要的 如果这个会的话 其他的功能 你需要的话再查就可以了 试试看 所以先列 列的话像刚刚取 比如说第一A 取哪个区 假设是小黄跟小成 就一冒号 一冒号三 有没有 就取两列 OK 所以你们可以练习看看 小成跟小 小黄跟小成 那如果你要取 它的国语跟数学的话 就逗点 逗点的话就是 记得蓝的话是第几蓝 0到1 2停下蓝 0冒号2的话 指的是第0蓝跟第1蓝 OK 国语跟数学 所以得到应该是 它的两蓝资料 那如果你要英文自蓝社会的话 那这边改不好 就改一下 应该是改012 2然后到5 有没有 就英文自蓝社会 OK 这边 那如果你要跳着改的话 跳着改 中瓜糊 记得 这个比较麻烦 然后0 0.2 0.4 这样得到的结果 就会刚好是 国语 英文社会 OK 那用这样的方式 去取资料 应该是最简单的 所以ILOC 这个可能要熟悉 然后后面应该就比较简单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大概就是301这一题 大概就先到这 下一次的话 我们原则上 会再把那个后面303 305 可以做练习 所以回去 各位有时间的话 先把那个303 305 先试试都看看 然后再来一个第4类 第4类的话就是绘图 绘图比较重要就是 折线图 直条图 还有多图 左边右边 然后上下左右 如果你要放两个 放四个 那怎么放 我想这个部分 下一个礼拜的重点 OK